在研究国际关系当中呢 我们也常常讨论说 理性不理性的问题 这绝对是理性不理性 我想我们对理性的定义 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晓得我怎么排序 我简单解释一下 比如这边有ABC三种面包 我喜欢A面包呢 剩于B面包 我喜欢B面包呢 剩于C面包 所以我喜欢A面包 应该要剩于C面包 这叫做排序 对 那如果说我喜欢A面包 喜欢B面包 喜欢C面包 就我喜欢C面包 又剩于A面包 那变成循环 那就不能排序了 所以我们在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理性就是 你晓得排序 然后这排序是可递宜 然后不可循环的 那这个是我们对 一般对理性的定义 那现在我们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在国家这个决策者 在做决策的时候 你所谓理性排序的时候 有没有别的因素去干扰 你刚刚讲那个决定 其实都会有的 就每个人在做排序的时候 他不是 就你的排序跟我的排序 不一定相同 然后这个国家排序 跟那个国家排序 不一定相同 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 你比如说传统 历史文化 或者说意识形态 或者价值观 或者你刚刚提到 很特别词 不晓得 这个观众朋友们 没没注意到 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它可能是一个 很特别的东西 那么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可能很难有绝对客观的理性标准 但一般我们有一个排序的方式 或排序的标准 但是我再强调之后 我刚刚说那么多句 就告诉他说 其实这个排序是受到意识形态 跟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最常见到就选择异性朋友 爸爸妈妈在帮小孩 帮儿子或女儿 去挑选他的伴侣的时候 你就想说 你希望挑一个家世好的 然后思虑单纯的 品性存粮什么等等 你都觉得很好 结果你发现说 儿子或女儿挑的人 都不太满意 你总是觉得有点什么 结果你一问说 儿子说 我就喜欢他长头发 或者说这个女儿说 我就喜欢他那个 穿那个牛仔裤很帅的那样子 或者说我就喜欢他那腿漂亮 或喜欢高温鞋 那时候你不考虑他的家世 你不考虑他的学历 你不考虑他爸妈妈 他说不不那个都不重要 这就是排序 对不对 所以你的排序跟我的排序 不见得相同 但是你说人是不是都这么理性 不见得 因为我经常就思考 比如说我喜欢椰子面包 我喜欢波落面包 然后我喜欢夹杏面包 你说我真的是 平常排序真的是这样 然后比如说十次里面 有九次我买波落面包 第十次我去买面包的时候 你猜我买哪一种 不一定的 就是人不是都那么理性 理性只是我们用来 平良的那种方式 当然讲到国家政策的时候 你不能像选面包那样选法 那第一集有个排序 好那现在来了 俄罗斯的排序方式 或者说普京的排序方式 跟外界想像是否相同 好像不太相同 因为外界想说 就你刚刚也讲了 如果说我们外界看普京 要对乌克兰干什么话 他用外交加一点点军事恐吓 可能效果会很好 对 对不对 你觉得说这样就可以做到 就他一定要大张旗无间打一下 原来他以为四天打完 就打了现在是三十几天了 三十七三十八天 那如果说他原来认为四天可以打完 你想想看 最早美国情报单位也说 我们判断48到96小时基辅会陷落 陷落多少天了 三十七八天 表示说如果美国情报单位 那个话是真话的话 那么他的判断也错了 对 然后美国太平洋司令 这个不是这两天来讲吗 我们原来以为俄国不会打 乌克兰就是他打了 所以他也误判 这么高的军事将领 三星四星上将 他判断俄国对乌克兰的政策 他也判断错了 那我们还觉得说可能有打了 他说不会打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说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维 去判断他 我们在想说他在想什么 那这样才能看出所谓的理性是什么 好那回到你刚刚讲说 意识形态或家族观有没有影响 有 譬如说俄罗斯有没有一个强国梦 有没有一个强人梦 有没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传统在作祟 甚至有没有残留的共产党文化在作祟 这些都是影响所谓的理性的一个结果 所以现在不管怎么说了 即便普京认为他很理性 或俄罗斯决策成认为他很理性 这次打了三十多天 至少说明他有误判 否则四天就一开始打完 或五天就打完 多打了一个月代表说他一定有误判 一旦误判的话代价非常惨重 对自己来说 对人家来说代价非常惨重 现在回到你问的下一个问题 中共对台湾是不是同样存有类似情况 别的国家说台湾不应该打 台湾应该尊重台湾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它是自由民主的标杆 因为它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什么等等 中共可能不是这样想的 中共想说我这个共产主义 一定要解放全人类 共产主义一定要占领全世界 然后一定要奴役全部的人口 所以我最后一定要跟美国争霸 外国不是这样想的 美国不是想说 我跟你慢慢做生意 你就民主化了吗 最早是这样想的 就发现说搞了这么几十年不成功 所以川普才说 那我们换个办法 我们用实力来对抗什么 逼他改变什么的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但很多人就害怕了 就像刚才这个商务律师说的 既心既主义想的就是 我们怎么样和平相处 然后怎么样我能多赚点钱 然后希望在赚钱跟做生意过程中 你会改变 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但未必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所以大家在对中共这样想的时候 是不是也不自觉地 掉进了自己的陷阱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中共也利用你的思维 然后不断跟你讲说 对对对 跟我做生意做生意做生意 做生意之后 你又能赚钱 我有可能改变 对所以他们好想要说 现在他们美国的学者 说要找台湾来了解 中共讲的话 到底中文跟英文是什么意思 好像不太一样 第一 对中文跟英文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 因为它语言的背后 一定带着非常丰富的文化跟历史内涵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共产党用的语言 跟我们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 我们做节目做了几年下来 大家感受很深了嘛 共产党说的和解 不是 他是和平解放 他不是和解 我们说的和解 是我们不要再冲突 我们后来 他是和平解放你 我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台湾很多朋友说 我希望跟中共和解 是你想的是和解 他想的是和平解放 然后你有没有想过 说不战而屈人之兵 你没有这样想 你只说 我们大家快快乐过下去好了 中共逻辑是 我没有实力 或我实力不够的时候 我才跟你快快乐都过下去 我实力够的时候 我不会让你快快乐都过下去 我就把你吃掉了 就你还在想和解 好 那你赶快去想和解 我就希望你多想和解 因为你如果不想和解 你想解决我的时候 我就麻烦了 所以再说一次 语言是不一样的 逻辑是不一样的 所谓的理性也是不一样的 好 那刚才讲说 中共这次恶物战争 应该学到什么 我们上次简单讲过一下 我们认为说 你应该学到 怎么样和平相处 不是的 他们学到的就是 我下次对台湾打出 我电子战要怎么打 然后怎么策反国军将领 然后怎么暗杀蔡英文 然后怎么干什么 怎么要尽快把台湾拿下来 然后去跟美国对抗 他想的是这套东西 他跟我们想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但我们再提醒一次 中共这次在俄物当中 学到了所谓的教训 都是太梯阶东西 他真正应该学到的就是 俄国为什么会 打成今天的局面 简单说 违背世界潮流 违背价值观 违背国际法 然后违背了国际秩序 这才是他真正应该 学到的教训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